我今天早上有做怪衰 当然异性啊 异性就不用来了 委员会专案报告前 确认身体状况OK才出门 台北市长柯文哲 经理跟智慧运输协会 议员侯汉平市场处长到随乎确诊 四度接触确诊者都没事 被议员这样说 九命怪猫 别人都可以确诊 就你没有你不会确诊 确实的代行 就会像柯文哲一样 九命怪猫不会确诊 对不对 不小心还是会 柯文哲不止命大 从预测四月疫情反扑 五月四号台北市本土案例破五千 被说预测省准 隆登台北神童柯文哲 后面就不准了 我估计到五月八号以后 我们的确诊数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会超过那个PCR的量 纯粹用直觉来做决策 再过三天 台湾的确诊数字就不准了 我们会进入黑暗时期 就看不清 就完全没有办法 就测不准了 所以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五月八号后确诊数大喷发 到时什么预言都没用 一切都要凭感觉 可预见的疫情恐怕快筛需求更急迫 九天选女啊 一千英尺 八百英尺 降落在台北市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啦 仙女都知道 人民的疾苦 我们在台北市 总统府的蔡英文不知道人民的疾苦 再下去 就是变那个 我现在那个防疫疾门诊 就转成上呼吸道的症状的疾门诊 就是说 你连快晒也不用做 不当疫情算命师 柯文哲要抢时间 已经领好规划 为最坏的情况 做最好的准备